以灵之战结束后的三个月,陆迅担心的事情发生了,东吴再现危机,公元222年。刘备被陆迅火烧联营导致大败,败军撤回永安城。 兴奋的东吴朱将向孙权表示,想要一股作气,继续攻打永安静而攻占一周。虽然当时局面一片大好,但是陆迅、朱然等武将非常冷静,表示非常担心,如果曹魏趁机南下,将会给东吴带来毁灭性打击。 孙权对于陆迅的想法表示认可,并且原先东吴是防守方,现在如果攻打一周就是进攻方,粮草和工程器械都没有到位,加上江州赵云等援军不断到来,永安本身又是一手难攻的敌方,想要短期拿下也极其不易,于是主动撤军了。 其实刘备、孙权都是明白人,怡灵之战的时候,他们的利益争夺点就是荆州。 双方没有王国的威胁,荆州对于双方都非常重要,以蜀汉当时的实力,想要跨越千里彻底灭亡东吴非常不现实。 而且要顾虑曹魏的袭击,东吴既然保住了荆州,也没有必要继续劳施远征,毕竟后面还有曹魏在虎视眈眈。 而在此之后的九月,曹丕以孙权拒绝把儿子送去曹魏做质子为理由,分兵三路攻打东吴。 陆迅之前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,这是曹魏与东吴之间一场大规模的战事。 双方兵力投入在宜陵之战之上,而且双方名将云集,阵容豪华程度,堪比曹流之前的汉中之战。 东吴再一次陷入了巨大的危机,而且是有亡国风险的一战。 下面我们一起看下这场跨越千里,群星璀璨,持续半年之久的战役。 曹魏方面,分兵三路攻打东吴,分别是,洞口一线,由曹修率领张辽。 照眼攻打东吴的洞口,夏文称为上路,主要目的是牵制东吴,如虚一线。 由曹仁率领曹太曹仁儿子,王霜,讲既攻打如虚,夏文称为中路。 主要目的是拿下如虚,江陵一线,由曹真,夏侯尚率领徐晃,张和,文聘,亲疲攻打将领。 夏文称下路,是主力部队,目的是拿下江陵。 曹丕和董昭在后方的晚城坐镇,同领全局。 东吴方面,幸亏陆逊的建议,孙权的夷林之战守卫军,提前部署到了各防线驻防。 为了应对曹魏的三路攻击,孙权的部署如下,上路,吕范帅徐胜,权从,孙韶驻守,中路,朱桓驻守,而后鹤旗之园,下路,朱然驻守,而后朱阁景,攀章之园。 陆逊驻扎在宜林依赖防止鼠汗的袭击,并未直接参与战事。 在前期,双方形成了对峙的局,上路原先东吴占据长江地利,双方隔江对峙,曹魏水军是打不过东吴的。 这一路的目的是为了牵制,让东吴无法支援中路,所以曹匹特地安排了张辽,在这边威慑东吴。 但是后来突然起了大风,东吴水军数千人落水,为了避风导致兵力受损,船队阵型被打乱。 曹修抓住天使渡江作战,东吴拼死抵抗,以数千人的代价守住了阵地。 因为损失较大,赫齐率军支援上路,双方形成对峙。 中路曹人让蒋济阳公献西一带,朱桓重计分兵援旧。 朱桓发现重计后让人追回援军,结果曹人已经到达城下。 朱桓只有五千人,但是他赡养士族,通过正做士气守住了如虚。 下路下侯尚派张河攻打江陵西面的中州,派文聘占领东面的棉口,以此来隔绝江陵与外界联系。 其间朱格景、潘璋曾经尝试攻打中州来援助江陵,被下侯尚击败。 江陵成为一座孤城,被曹真、下侯尚包围,朱然只能靠自己坚守城职。 当时的局势对于东吾不利,孙权也担心蜀汉会趁机袭击。 在12月孙权派政权出使蜀汉,希望恢复盟友关系,刘备同意了。 随后,曹思两家的局势,因为中路的崩盘发生了转折。 中路曹人决定发起决战,派王霜渡江攻打据点,曹派攻打如虚,自己坐镇后方随时支援。 朱桓派兵断了王霜的后路,自己率军营战曹派,派人堵截曹人的支援。 结果王霜被俘,曹派战败,曹人损失了数千人,受到了重挫。 下路的朱然依靠残兵已经守城数月,曹真依然攻城不下,朱然不仅守住了城池。 还趁曹真不注意攻破了他两个迎战,不过因为江陵城中守兵已经不足五千,亦并蔓延,人心动荡,眼前江陵破城在即了。 由于天气回暖,夏侯尚所在的中州冰雪开始融化。 董昭和曹丕说,如果冰雪融化,水未暴涨,夏侯尚军所在地方可能会变成孤岛。 东吴水军一旦断了,夏侯尚的后路,就有危险了。 而诸葛景确实是这么做的,曹丕下令让夏侯尚撤军。 随后诸葛景通过中州到了江陵城下援旧,江陵已经脑下了,曹真也只能撤军了。 上路的曹修原本只是牵制,而其他两路都已撤军,他也只能撤军了。 至此,三路伐吴大军撤退,这场浩大的三路伐吴的战役结束,东吴的危机解除。 得利于陆逊提前的预见,加上有效的提前部署,以及将士的顽强抵抗。 东吴在抵挡住了蜀汉的东征后,又抵挡住了曹卫的大举南下,可见,能够和曹卫、蜀汉三族顶立的东吴,也是有着强大的实力的。 每日更新,欢迎讨论。 请打滚